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开始就被迫必须自己学习 一切都要自己来 所以我们非常的无助 第一次在以前辈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们长得这么丑 我们的颜值拖了整个团队的后腿 说我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留在团里呢 那时候我们想了很多 我们想过放弃 但是我想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开始做 为什么就要放弃 大家明明没有看到 我是一个到底怎样的人 我会的 我擅长的 我喜欢的 我还没有展现出来 我觉得在我做到 我想做的事情之前 在我实现梦想之前 我想让大家好好的看到我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让大家能够 接受到 我传递给大家的能量 希望大家能够陪着我 一点一点向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